今天第一步是下手拋球 第一步用慣用手握住紙巾 手臂垂下放在腰間位置 這就是準備動作 第一步踏前雙反腳 例如我用右手踏左腳向前 然後我的手臂就像中擺一樣 向後擺,擺到身後再向前擺 到大約肩膀水平的時候 包紙巾就會離開我的手 嘗試拋過去給你的家人 我們就做一個下手拋球的動作 簡單的口號,踏腳後拉,伸手臂,指目標 這就是下手拋球 對方就要做一個雙手接球的準備 我們一、兩手放在身體的前方 手掌心對著我們紙巾離的方向 主動伸手去迎接它就可以了 好,這就是下手拋球和雙手接球 我們這次準備的姿勢跟對方有相似 我們先站好平拍腳 第一步都是踏前雙反腳 當我們踏前雙反腳之後 這次我們試試手臂同樣向後滑 但你想像一下現在你要聽電話 我們將紙巾放在耳朵旁邊聽電話 屈曲手掌,最後伸手臂指向目標 我們就是踏腳後拉,屈曲手掌,伸手臂指向目標 記得在家裡不要用盡全力 你的目標是對方接得到的 對,這個就是雙手扎球 我們學了這兩個動作之後 就可以玩一個遊戲 首先大家可以準備兩種目標物 一個就是一分的目標物 好像這個滾桶就比較大 然後可以是一個兩分目標物 可能是這個飲品 它的面積就比較小 然後我們就可以幫大家 準備一個紮球的起點 例如這個白色的位置就是紮球的起點 然後我們將剛剛你們準備的物資 再加上數量 我想這次你們每個人 是有四隻毛公仔或者四包紙巾 例如我們這邊有四個綠色和四個紅色 那就每人有四個了 我先介紹一下遊戲怎樣玩 一會大家放下兩種目標物 一個就是一分目標物 比較大的 第二個就是兩分目標物 你們就會在這個白色的飛碟位置 做下手拋球或者上手摘球 舉個例子我摘中這個一分目標物 那我就會拿到一分 然後特別之處就是 當我們的對手摘完之後 舉個例子我現在變成黃組 那我呢 有三個多了一個目標物 除了一分目標 兩分目標之外 我們還可以嘗試摘中 或者拋中對方地上的紙巾 如果你成功摘中或者拋中 那就會有三分 那我們就如此類推 由黃組拋完就到這個綠組 那看哪一個最高分一點 你鍋頭寶可 Fact 出了 你這個不相當的 搞什麼不見到 你呢 нап試一下 你們 install了 我到底會講 你呢 你呢 我看你的不見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